整齐的行器 舞动的行草 吕嘉玲的致敬 近乎禅艺 一般人初见吕嘉玲的书法 常会对其书写艺术之尽力与耐力感到惊艳 整齐的行器 舞动的行草 都在书艺家笔尖下 展现刚如超然的起步播出 她诗成孙永棠 历经陈兴安 钟永固 邱明星及郭春朴等诸位名家 常年研习书法 加上今年累月的刻苦临摹 将自尽提升近乎产役之处 浊然出脱 制成一格 风雅直至 凯体 出林欧阳巡 楚翠良 以女性特有的坚毅内在 体现纵横刚直的书写时序 又从米肺 鼠竖铁 异动之气里 密着刹那间自我意境的成蝶出涌 而后书写不仅在于手腕中的自隔体现 更在其书写意境中 展现出肢体与心灵语会 吕嘉林许多年来 多次举办连展及各展 更在其书法工作室 情根语化 奏语多位尘气之才 互颁台北市第三届 蒙甲龙山寺传书奖 即第十届 全国国小儿童书法比赛 有良教师奖 以书法为终身执志 更以书役为此身凉拌 这一次展出几股初心的创作 致敬禅 邀请大众一同品质禅赏书役 十方新闻记者 莱伊荣台北采访报导